老杨到处说 欢迎大家 喜欢我们的节目就欢迎大家订阅 欢迎大家点赞 欢迎大家留言 当然更欢迎大家打赏 谢谢大家 我们节目一起做好 好 环党集团何其多 前几天 有人组织一个小换局 在探讨李静同志的 党史的历史定位 好了 没有受到当局的任何的干预 既然李静同志的党史的历史定位 可以讨论 百年党史上诸多的历史人物 特别是有争议性的 比如说林彪 陈伯达 黄永胜 李作鹏 邱惠作 无法宪 当然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胡耀邦 赵紫阳 仍不能讨论 1966年的516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516通知 标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的爆发 由左派的团体 乌有之乡之类的 在5月16号本来计划 在北京举行纪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55周年的活动 那么根据媒体的了解 相关活动的官方施压下取消 不过也有左派 近日举行李静党史地位座谈会 纪念文革的核心人物 江青自杀30周年 有人怀疑李娜 也是江青的亲生女儿李娜 好像有参加 这个呢 516的纪念活动 被视住一个关键的政治观察的 政治的一个窗没有被打开 但是李静也是江青 一直被视之为四人棒的手范 文革十年浩劫的 积极的打手 吹鼓手策划者 李静同志说过 江青 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主席让我咬谁 我就咬谁 他在这方面的表现 特别的优异 有一段视频 还特别配上了歌剧 红颜的插曲 红眉战 政治立场倾向态度显而易见 红颜上红眉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记 一片担心向阳开 唤醒百花旗开放 高歌欢庆新春来 这个歌就把它套在了江青 很多历史的画面之上 我们当然也注意到 当局对江青的态度 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比如说今年的清明节 江青的魂幕祭拜者众 但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当局 在场进行干预阻挠 反之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魂幕 就知道前所未有严密的监控 和驱离 这是另外一种明显的表现 很多朋友对这么一个犯局 在探讨江青的历史定位 感到愤愤难 认为有人试图为文革翻案 尤其是2021年版的 中共党史简史 对文革的重新评价之后 这股要翻案的风 好像又刮起来了 我和你两个朋友的看法 有些不一样 我们认为 应该 对这样一个现象 给予肯定 甚至要大家赞扬 为什么呢 有几条理由 第一 在今天的政治化环境 言论管控这么严密 滴水不漏之下 民间社会 对历史人和历史 有不同的声音和观点 尤其是文革的历史 而且还能够小范围 甚至网络上自由表达 这是一件大好事 第二 以此同时 我们当然希望 这一类的民间社会的 自由表达和讨论 官方不要横加干涉 或者屏蔽 或者封网 或者请喝茶 或者大声的训斥 驱离 任由民间社会 讨论出个 事事非非来 有何不可 第三 由这件事起 我们当然主张 多种观点 多种声音 都能够自由表达 对于百年党史 或建国 七十多年来 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 各种研究观点 也都可以获得自由表达 完整表达的自由 真正做到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让社会各界人士 不同年龄 不同地位的人士 都有自由表达的空间和机会 如此这般形成定制 这是国之大幸 民之大幸 第四 原因其实很简单 既然当局可以给江青 的党史定位开了一个口子 也可以鼓励其他人 展开大的辩论 引发大的思考 原因就是这样 55年过去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革的经历 从中央各部委 各省市自治区 各种都有各种各种的 红卫兵组织各个派别 这些人都是文革的经历者 文革的过人人 鼓励他们畅所一言 畅谈对文革的历史经验教训 这既是对官方 也是对民间社会的诚信 和政治定律的考验 从今往后 如此这般开启对历史依律问题 历史人物的各书己见 形成一个先例 形成一个惯例 岂不善哉啊 好了 既然江青可以纪念 而且是自杀30周年纪念 那么陈伯达能不能纪念 张春桥 王洪文 姚文元 能不能纪念 林彪 能不能纪念 黄永胜 邱惠座 李作鹏 吴法宪 能不能纪念 或者能不能讨论 再往上述 陈独秀 王明 张国焘 高岗 高岗 劳宿时 能不能讨论 再更晚一点 对历史 百年历史上数不清了反党集团的前因后果 冤假 错案 能不能讨论 按照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 他原来是红旗杂志的副主编 中国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郭德宏的研究 他研究了将近50起 反党集团 除了林彪 江青和高岗 高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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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平反了一半 或者半平反 其他的属于 冤假错案的比例 高达94% 可见几乎这个反党集团 就成了冤案的集中营 记住 林彪案子还没有反 江青没有反 但是已经有人要反 半数的反党集团 还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个人 包括右派坏分子 反动权威 曾经数不胜数 但绝大多数都以平反恢复名誉而告终 但是 人格的践踏 生命的泯灭 家庭社会 付出的惨动代价 却永远永远 没有办法挽回 在中共历史上 有无数个人 打成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 这些人既不是共产党人 但是更多是共产党人 既有一般的干部 党员甚至群众 也有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 既有入党不久的新党员 也有20年代 20世纪 入党的老党员 既有文化 教育界的人士 也有党政军公安政法等领域的人员 既有已经被平反了 也有结论至今未变的 这是历史百年党史一个重要问题 因为太敏感 没有人系统研究 也没有系统谈出自己的看法 中共的反党集团 从延安整风时期开始 反党集团那时候比较著名的就是 就是王石卫 五人反党集团 第二个阶段是55年到56年 反党集团已经扩展到高层和其他领域 最早的反党集团 就是高岗劳素石集团 接着是胡锋集团 全国清查胡锋反革命集团 有2100多人受到牵连 92个人被捕 62个人被隔离审查 73个人被停职反省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 打成第一个全国范围 牵连广泛的反党集团 第三个阶段 57年到58年 反党集团进入了高潮 反党集团遍及全国 第四个阶段 59年到65年 反右倾 反右倾这个集团 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集团呢 彭德威黄克省张文天周小周 又请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以彭德威为首的反党集团以后 很多地方很多机关都有小集团 比如说水利电力部的李瑞为首的反党集团 外交部张文天为首的反党集团 福建省把江一针 魏金水也打成反党集团 59年的10月到11月 连河北省郑定县 也打了一个杨才奎为首的反党集团 总政部总政治部主任谭政 打成反党中派集团 撤销了他的总政主任职务 习仲欣贾拓夫刘警范 也变成了习仲欣反党集团 孙野芳张文天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问题 打成了孙野芳张文天反党集团 肖泽宽李子州廖士郡 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量二十人的真实情况 也被打成了肖李廖反党集团 好了到了第五个阶段 文革时期 打反党集团进入了第二个高潮 彭罗路阳第一个反党集团 吴晗邓拓廖莫沙三家村反党集团 北京市整个市委 打成了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 割地就多了 到了文革的中后期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曾经把很多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 最终也被打成反党集团 其中最典型的 就是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 好了那么多的反党集团的结局是什么 第一彻底平反 这是胡耀邦 了不起 第二作为反革命集团 已经平反了 但对主要的分子没有彻底平反 高岗 劳宿时 就属于这一类 第三 仍然维持原来结论 也就是原来结论 高劳反党集团 林彪反党集团 江青反党集团 高劳反党集团呢 除了高岗 劳宿时以外 其他的人都已经平反安排工作 实际上平反 但是高岗 劳宿时 没有平反 对林彪反党集团 江青反党集团 一直维持原来的结论 1981年 对主要成员又进行了公开的审判 除了摔死那几个之外 他们都判了刑 好了 关于反党集团的几点考虑 郭德宏先生说 绝大多数都是冤假错案 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第一 对于什么是反党集团 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党纪规定 或者法律的界定 没有 第二 对于什么人 什么机关才可打反党集团 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和法律的界定 第三 对于要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 才可以打成反党集团 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和法律的界定 第四 根子在哪里 中国共产党打反党集团 受到的苏联共产党深刻影响 尤其是萨林的肃反 我们可以看到 从实际情况来看 历史上的反党集团 绝大多数是没有经过 法律机关审判的 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只有呢 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 但对于他们的审判 都是他们被定为反党集团 很多年之后才进行的 那不过是对他们的罪名的法律认定而已 既然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 领导人和领导机关 就可以随便的把别人打成反党集团 那打成的反党集团 当然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郭德宏认为 中国共产党内 打反党集团是在大奖阶级 斗争年代出现的历史现象 三中全会之后 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多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而之前多少的反党集团会被平反了 流连尾巴 但毕竟这是社会的进步 那也希望这样的社会历史现象 不要再重演 好了 我们把话题回到江青身上 既然江青已经有人为他的历史 试图做新的定性和定位 就说明被法律审判定性定案的 也可以被重新考虑 好了 有两位被罢官的总书记 胡耀邦赵紫阳 他们能这样做吗 如果江青被纪念 被试图平反 重新定位 是被默许和默认的话 那么胡耀邦和赵紫阳行吗 我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引起讨论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